大家好,我是陈哥 今天陈哥给大家讲一个远古巨兽复活 差点毁灭世界的故事 影片开始 两名调查员来到小镇附近的火山上进行勘察 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地震就这样发生了 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当场阵亡 而一个黑色手提箱也遗落在此地 数天后,男主带着底下的工人在山上作业 同样的地震又发生了 混乱中,有个地中海碰瓷了倒下的树枝 躺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 这下也许能报个工伤 拿一笔赔偿金了 然而数分钟过后 地中海不再闹腾了 仔细一看原来他已死去 男主感觉事有蹊跷 毕竟树枝砸到的只是他的腿 不可能就这样死去 第二天,他带着警长来到山上调查真相 两人正聊着 一旁的小黄却突然倒地不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刚巧女主也来到这里 他赶紧让男主将小黄抱起来 原来他是一名地质学家 他认为地震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泄漏 由于这些气体比空气重 所以都沉积在地表 太靠近地面的话就会窒息 这天男主遇到了另一个调查员 他是来寻找那两个失踪同伴的 并要求男主协助他找回 那个非常重要的手提箱 原来他们早先从卫星图上 发现了这座山的异常活动 如此才派了两个人来现场调查情况 如今这两个人已经死亡 而种种迹象也表明这座火山很危险 此时女主带来了最新的探测数据 地底下似乎有一种神秘生物正在活动着 他们说服警长对小镇上的群众进行疏离 但这时男主的老父亲说了个坏消息 原来男主的妹妹正和他对象在山上狂欢 他们只好回到山上找妹妹 半路上又遇到了那个调查员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只巨大的触手 一阵神龙摆尾后将他打飞 他临死前告诉男主 一定要找回那个手提箱 因为他是打倒怪兽的关键所在 很快男主就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箱子 但是在另一边 妹妹和男友遇到了危险 两人被困在深坑边上 底下还伸出了一张怪兽的大嘴 男主显然平常缺乏锻炼 很快就支撑不住掉了下去 妹妹倒是多撑了几秒钟 幸运地等到了男主的救援 三人不慌不忙地下山 路似乎还很远 于是商量了一下 决定先去森林电视台 因为那里可能会有架直升机 这时的怪兽已经露出了真身 庞大的身躯盘踞了整座山头 巨大的助手不由分说地向他们袭来 男主突然想到调查员说的 手提箱可以拯救世界 于是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一发火箭炮 她一时之间也不知该怎么对触手怪下手 这时妹妹回忆起老父亲曾经说过的话 她就是玛雅人预言中毁灭世界的怪兽 她的弱点就在那张嘴巴上 男主一发炮弹打了过去 弹头直接进了她的嘴里 片刻之后怪兽爆炸了 灰飞烟灭死无全尸 三人乘坐直升机不慌不忙地离开了这里 回到小镇上 发现老父亲和女助手 刚从研究所的屋顶上爬出来 这对老父少妻很逗逼 在怪物正式现身之前 他们就困在研究所里 讲了一堆末日前的感言 折腾了老半天 结果连小手都没签 后来终于发现屋顶上 有个出口可以逃生了 于是开始屁颠屁颠地搬梯子 先是老大爷爬出来 可下面的女助手去晕倒了 老大爷只好下去叫醒她 这次女士优先换她先上 这次她生龙活活 两三下就爬了上去 结果底下的老大爷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就这样反复折腾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故事的最后 这一家六口开始了 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诚哥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和转发哦